印度总督决定从荷兰园手中夺取赵瓦 他派赖弗士为他的舰队 北都赖弗士出手的完成任务 一次黑斯林勋爵于1811年夺取赵瓦之后 便任命赖弗士为改岛的副总督 赖弗士当场这个东印度群岛最富 然后最重要的岛屿的副总督之时 年仅只有30岁 他的第一个愿望就是帮助马来人 荷兰人最感兴趣的只是敲诈 他们的金钱是自己发财致富 莱伏士则扳布了新的法律 总许马来人尤其是农夫和种植者 保有自己所挣得的钱 舒服服服的过日子 莱伏士从早到晚的努力工作 总是为未来而筹划 终于他在找瓦界内的一个叫好的新政府 他创进了一个版图扩造 他创进了一个版图扩造